科比大骂林硕豪给老子滚 场面极度尴尬 你知道当时发生了啥 老子鸡带你弯道超车 看篮球 2014年11月24日 胡云队多任助阵营战丹夫绝金队 本场比赛两队打得十分娇着 第四季最后15连1秒 双方战成86平 但随着科比没能投进绝杀球 双方进入加时 直到最后时刻绝金队 凭起老三以及阿弗拉罗的得分 帮助绝金队取得四分领先 此时时间只剩下最后18.7秒 但科比右侧三分出手再次不中 最终胡云以94比101遗憾输球 而绝对一提的是 也正是这场比赛 林书浩与科比发生了最大的一次争吵 科比还一度当着全队友的面痛骂 说好场面十分能耐 当时常规时间最后时刻 胡云队先绝金队一分 林书浩在防守端出色 送给加里纳里发球机会 对方两发一动发比分追平 胡云队当机叫出断停 并在主教练斯科特的号召下 众人聚在一起轻松战术 而此时林书浩似乎对刚才自己的犯规 有些自责 于是来到科比面前进行道歉 但科比却十分恼火 他对着书浩怒喷道 Get the fuck of the way 意思是让书浩滚一边去 一旁的尼克扬剑茨 也被科比这一幕吓懵了 但好在其他队友从中打圆场 这才缓合了极度尴尬的氛围 最终科比和书浩不欢而散 在后科比此举引来了悬战大破 球迷们众说奋云 媒体更是褒贬不一 科比对队友严历史联盟中出了名的 甚至可以用刻薄来形容 这种刻薄可以说是好胜心强 但林书浩并不知这一套 他的接受媒体采访是直言科比 不应该骂队友 敢于在媒体上公开挑战球队老大 实际上也是斩断了自己在火焰队的后路 此后林书浩在2015年暑假 与火焰队分手转投黄蜂队 他在加盟黄蜂队之后也是第一时间感叹 终于呼吸到了新鲜空气